第一屆金融杯新旺奠競大賽 第一屆金融杯新旺奠競大賽 30日在金融表演藝術中心展開總決賽 金融市長謝國良親自出席揭曉冠軍獎盃 也替決賽隊伍加油打氣 我們很高興看到很有名的DCG戰隊 跟很多的選手還有網紅 大家都一同來參賽 這次一共有64隊打到現在只剩下兩強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電競產業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所以我們希望在未來大家在金融可以培育更多的選手 也讓更多的業者大家共同來參與 那大家都了解電競已經是正式的一個運動的競技項目 希望在大家的一共同努力之下 在金融的電競產業未來能夠越辦越好 除了舉辦電競大賽 市政府也舉辦了電競到校園巡迴講座 讓學生們發覺電競產業的無限可能 其實我們在美術館未來的一個門口這邊 也會有大型的LED螢幕 只要有LED螢幕其實就是一個媒體上的通路 所以假如說我們這個通路已經好了 我們其實就可以轉播這個現場的決賽的情況 在我們的大型看板上面 那當然這個需要等幾個月的時間 但是以後如果有好的電競比賽 我們也不排除在好的這個政府的LED通路上面能夠播放 那總之就是希望能夠打造基隆 也成為一個電競專業的城市 決賽現場教育處副處長徐彥黎 帶領同學們一起參觀電競賽後台 瞭解實況轉播設備 讓學生們直呼經驗真的很難得 很難得就是能有這一次的機會 讓我們就是能參觀能瞭解電競的東西 很難得滿開心的 怎麼說 因為之前都是只能在螢幕上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第一次到現場來看 電競目前算是年輕人很喜歡的一個項目 而且他也進了亞奧運了 所以其實對於多元發展這個概念 基隆市政府我們非常提倡 那我們今天也很難得可以帶同學看這個導播室 包括後面的剪輯、製播還有一些媒體的過程 那希望同學不只是在電競的遊戲本身 也可以瞭解這個產業的多元面向 基隆第一屆天競大賽 總計吸引了117支隊伍 700多位玩家報名參賽 獲勝者除了可以贏得冠軍獎盃之外 也可以把6萬元帶回家 可以認識很多的實況主 可以學習他們的技術 我覺得基隆這個地方是比較不受那麼重視的 但是這次既然在活動這裡辦這個比賽 我真的覺得這個對技術來說是很新鮮的 跟同學一起玩 然後你們可能在聊天的時候就有更多的話題 然後話題就不會只限在什麼學業上面的東西 可以讓你更放鬆的去上課和同學交友 然後我覺得我們這種活動下次可以多邀請一些有名一點實況主 像皇帝然後海牛或是小鈴之類的都可以邀請 當然活動應該會更精彩一點 基隆首次舉辦大型的電競比賽 從線上到線下展現台灣在電競領域的軟實力 也鼓勵更多人加入電競行列 讓台灣的電競產業在世界發光發熱 記者黃少鳴 基隆報導 記者黃少鳴 基隆報導